我现在进入山里了,这里是一个在建的停车场 在这个停车场的上面,有一个古兴乐叫做石家沟 石家沟是清代瑶洞民居,兴建一千龙三十二年 目前是不收费的,我估计这边停车场什么的建好了之后 用不了多久就该收费了,好大的停车场就我一个人 不知道晚上这灯会不会着啊,这山里边我感觉明显就冷了 今天还是我的老做法,土豆、豆角、白菜 还有一点肉,炖一锅,以后不炒菜了,我就是炖菜 天天一打锅,天天一打锅 晚上这里有几个灯着了,我就在这个灯下面来了 做饭能看得见,我就不用点灯了 准备做饭了,天气黑了 有点冷啊,这山里边,我怎么打多酸呢 有点肉,土豆,豆角,白菜,还有点粉条 我就想把这材料都准备出来吧 哎呀,我刮这小缝捞捞捞捞了 准备就蓄了,就这样就行了 哎呀,开开气 哎呀,我这手都没感觉了 锅也不刷了 这是那个油,这个是那个油,知道吗 就不刷它了 太冷了 油膏里边,然后把这土豆 土豆、豆角炸一遍 哎呀 哎呀 锅过油 稍微炸酥点,更好吃 哎呀,起风了 不好做了 我上不来呀 哎呀,稍微炒炒就得了 差不多就行了 搁点蚝油 土豆先炖着 然后我切这个白菜和这个一点肉就行 是我最后的存粮了 就这么一点肉了 都切了它了 以后就准备甜甜吃白菜了 嘿嘿嘿 是不是挺爽 开锅了,开锅了 哦呀,好香啊 把这白菜搁进去 哎呀 我其实这白菜有点多嘛 哎呀,爽 这又是一大锅 把这个我再切吧 切吧它 白菜搁进去了 把这肉也搁进它 起来 小狗要吃肉了呀 就这么两块肉 你还给我吃了它 哎嘿嘿嘿嘿 你看了吗 就这么两块肉了 起来 小狗老顶着它 盖上个 炖一半小时 因为有土豆嘛,和豆角多炖那它 最后的时候嘛 再搁点老抽 让它那个汤浆糊一点 就能吃了 差不多了 然后把这个粉条搁进去 煮食就是吃一个这个 就行了 基本上我看是行了 这一大锅 明天用这个煮面 绝对香 是不是 让它再煮住就行了 接着盖盖 再煮上十分钟 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准备盛出来吃饭了 关火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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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然后还有这小酒 天天这么炖一锅 哎呀太香了 香喷喷 小狗都受不了了 嘿嘿 看这小狗 小狗的都有点受不了了 闻这个香味 是不是 不关它 我吃饭呀 我老饿了 哎呀 先尝尝豆角 豆角熟了 我看再尝尝土豆 土豆也熟了 面糊糊的 再喝口小酒 给小狗吃点啥呢 因为喂着它够凉了 不想喂它了 给块土豆吧 给它块土豆要不然它老围着我 嗯 今天吃饭晚了9点了 还有肉 嗯 还生了半锅 明天正好 中午嘛煮面吃就行了 又是天天 喝点小酒 主要是今天在山里嘛 太冷太冷了 这两天要降微了 又要 七八度了 估计山里边得零下十来度吧 不管它 想冷就冷不冷就拉倒 嗯 嗯 这土豆还行 还有两个土豆 还有个新红柿 还有鸡蛋 嗯嗯 这小日子瓜大 太爽了 感觉吃不饱 我把这点面煮了它 感觉还不行 可能是吃饭太晚了 饿了 把这面 嗯 有点味儿了 但是没事 搁进它去吧 说最后煮点面吧 我吃这面有点发馊的味道呀 怎么办呀 那也得吃了它 只要吃不坏肚子就没事 使劲吃 不能浪费呀 吃 还行 虽然它有点味道吧 但是不是很浓 不吃半夜我就饿了 老吃菜不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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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